大哥老爺子吐血了快来 刘医师这是怎么回事啊 老爷子的情况 我早上检查的时候还没什么大问题 这出展间 可能就比较危险了 最多了得点 就没有别的办法 让老爷子时间延长一点吗 没办法 老爷子现在是尤尽登福 十夜九天 胡说八道 拥一一个 你没有办法 并不代表别人没有办法 你们别忘了 林神一说过 今天晚上十一点 老爷子必定吐血 我记得中午送他回去的时候 他说有办法把老爷子治好 至少还能活十年 那就是瞎懵的 老爷子现在这种状况 就是大楼先进来就活 唉 我现在 只好派人请他来试试 我想 他也不敢骗咱们李家 老爷子的病 我能治 没问题 我的条件都清楚吧 清楚清楚 行 出去吧 我们还没出来啊 这么久了 是啊 进去这么久了 连声音都没有 哎 林神一 老爷子 出来吧 老爷子 你感觉身体怎么样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会不会是回光反倒了 你笑出什么了 哎 让我来好好给你解释 但是早上还在吐血 怎么现在突然就好了呢 再来得好好感谢我们的林神医 老爷子客气了啊 我可不是白救你们的 他们这些人啊 可是将李家的一半财产作为整料费 我才出手相救的 钱没有了 我可以再赚 并没有了 我什么就没有了 我们李家的股份给你 有风险 这个吧 我把它转去现金科里 可以啊 没问题 那我现在就去办 好 小心相对 然后 现在你要帮帮我 哦 不是那里 往上一点 好 用力 用力 对 我接个电话 喂 李凯 林神医 我正有事找你呢 那个 你能不能搞到 像你们李家山庄地理位置 那么好的别墅啊 林神医 你是要买别墅呢 还是要买山庄啊 我无所谓 只要地理位置 跟你们那个差不多好就行 好位置 我想想啊 还真有何事了 天马山有三套顶尖的别墅 在山顶 可以一览 众山小 可是开发商不断出售 很难搞到手 还有 一个亿能不能搞到 林神医 你这也太疯狂了吧 花一个亿买一套房 只要是你们李家 办事我都放心 只要你能搞到那三套钟 地理位置最好的那一套 好吧 好的好的 我现在就去落实 一有消息啊 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 好 等你消息 喂 经验长 林医生 我这儿啊 来了一个世界上 最罕见的病人 你知道 磁娃娃病吗 没事 医生来了就好了 黄老板 来 我跟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医院 最优秀的林大夫 你好 林震德 黄浩天 黄浩天 不就是那个 马途山别墅的 开发商吗 我先看看 女儿的状况吧 来来来 把手给我 没事 可以治 但是 疗程可能有点长 需要三次治疗 真的吗 但是啊 除了 诊疗费的话 我还有一点 其他的 要求 想跟你说清楚 只要能治好 我女儿的病 有什么要求 你随便提 我知道 你在码头山山顶 有三套别墅空着 我想 其中有一套 能不能 没问题 只要能治好 我女儿的病 三套别墅 你随便挑 真的吗 真的 行 没问题 我一定努力 那个 黄老板 这样 您到我办公室 去喝会儿茶 林医生治病啊 就可忌讳 不愿意让人看 好好好 来 走走走 那你忙 我今天呢 刚买的上好了龙体 没事不疼 走 去宝宝那儿 妈 我的病好了 她的病啊 还没完全根治 不要有太多的运动量 林医生 谢谢 那三套别墅 随便你选 今天我请客 都别客气啊 哎呦 林大哥 今天怎么突然想起来 请我们吃大餐啊 是不是又宰了 那个富二代病人啊 别瞎猜 救了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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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转据的来说 是救了一个 房产老板的女儿 哎呀 她得了非常罕见的一种病 叫瓷娃娃病 顾蒙你知道的 我之前听爷爷说过 业内都说 这种瓷娃娃病 是没有办法根治的 是啊 我治好了它 所以啊 地产老板送了我 码头山山顶 最好的那套别墅 那不是你 最想买的那一套别墅吗 是啊 那点灵气非常充沛 对我有很大的好处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我想 邀请你们一起搬过去 对你们的身体也很好 呃 如果不愿意的话 那就算了 我愿意 灵神医 呦 搬家这点小事 还用李少帮忙 我就撂个脸 这不怕灵神医啊 把我给忘了吗 哈哈 搬家这种事啊 肯定会来的 哪里谢了 其实 我是来好好看看 你那套被吹得很牛逼的别墅 让我们灵神医 花了一个月的心血 你们李家山庄也挺不错啊 要不 拿你们李家山庄来换 哈哈 这李家山庄啊 可不是我的 要不然呢 一定跟你换 哈哈哈 电话 喂 啊 好 你马上过去 怎么了 我提前安排了车 去接叶子云他们 在山下出事里 走 那女人挺大呀 要不要今天陪哥几个玩玩 呸 恶心 我们有事不跟你多说 小丽 对电器上了吗 别笑了 他们把身体动 行 哎 美女别走啊 没有 怎么 想走 这方圆八百里 都是我的地盘 哟 这么威风呢 林大哥你终于来了 你怎么才来啊 你是谁呀 还想英雄救美 小丽不怕断了手脚 你也喜欢断人手脚 啊 那你知道断手脚的滋味吗 你怎么才来啊 林大哥别跟他废话揍他 哼 啊 啊 啊 怎么拿少爷 哎 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拿住他们啊 要不今天就算了把少爷 走回家吧 好吧 下次走回家 今天就先到这啊 下次再来找麻烦 就不止是胳膊了 今天 乔迁之喜 我准备了好酒 打门的 不醉不归 来来来 开心开心 这个房间不错 把人都给我惊出去 我要坐这儿 谁呀 这个包厢是我们李家先订的 做事情 总有个先来后到晚 他们李家在这儿 还是有点失礼 要不我们还是换个房间 不就是地头蛇嘛 有什么可怕的 把人给我赶出去 这两位可是金城来的大少爷 我劝你们还是识相点 赶紧滚出去 跟他费什么话呀 要是不出去的话 打一顿 赞出去 滚 小子 找死是吧 我找死啊 我看是你们找死吧 这两位可是金城八大家族的 我管他哪来的 火星来的也给我滚 小子 我来会会你 你 小子 你谈上事了 八大家族不会放过你的 小子 你敢断我手臂 你会后悔的 后悔 我之前也得罪过你们八大家族啊 我这不好好的吗 你就是那个神医 走吧 大少爷 舍不起 我们去哪 去看我手臂再不看就要蛇了 站住 知道我是神医 还去找别的医生 不管你是金城来的 还是哪来的 都不能肆无忌惮 好 好了 既然教训给了 借骨也是顺手 滚 没事 这男人变脸的速度 比女人都还快呢 那当然了 神医就是神医 林大哥 我发现你不仅长得帅 连武功和医术都很厉害呢 我好崇拜你啊 有什么 我是江兰柳家的 你不陌生吧 不好意思啊 我没听说过 干嘛拦我车 那套别墅 你卖不卖 不好意思啊 那套别墅我自己住 不卖 五千万 你转手就赚五千万 五千万 我当初为了这套别墅 可是愿意花一个亿啊 八千万 你至少有问题吧 我说当初为了那套别墅 我愿意花一个亿 你八千万算什么 别丢人了 小子 你别嚣张 别现在不卖 到时候你什么都得不到 匹夫无罪 怀毙其罪 你懂不懂 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 这就是威胁我的下场 洛小姐 你也想要别墅啊 条件随便离开 怎么样 不好意思啊 非卖品 那么多人 都想要那套别墅 肯定会有人对你不利 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它给让出来 对我不利 包括你们洛家 洛家当然不会 我说这些 都是为了你好 没有必要去得罪 那些你不该得罪的人 我还不知道 有我得罪不起的人呢 我知道你医术高超 五一超群 也知道你是因为 治好了黄总女儿的病 她才把别墅送给你 但是你要知道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那些人 到时候你得罪了他们 我也帮不了你 多谢罗小姐 好茶 告辞 那些新鲜的事 我们留给回忆 这小队太重了 肯定会有这些 怀疑 我的心疤不足 说是你平天特首 和你情侨是谁 波动 喂紫月 怎么了 您想一队的 我绑着你的女人 你拿什么来换呢 你是冲着别墅来的 你把别墅转到我的名下来 好 那你把地址给我 你觉得我有那么少 会把地址直接告诉你吗 那你想我怎么做 很简单 将别墅转到一个人的名下 不要说话要 等我电话 挂了 对方挂掉电话 是怕被你追踪到信息 那我想办法拖延时间 黄总 还得麻烦您确认 他的具体位置 好 这样 我这里也冷不电话 有什么情况 我们第一时间联系 保持通话 好吗 行 说吧 需要我怎么做 很简单 将别墅以一块钱的价格 卖给我 我需要跟他视频 确认他的安全 容你把事儿帮我 我需要跟他确认安全 否则这别墅 想都不要想 紫芸 你别怕 我会救你出来的 一般主持 我所正关闭这件事 喂 我要听到他说话 我不能 我需要确认他有没有问题 当然要他亲口告诉我 我只信他 我本位子 也许是他还不需要吗 待会 不要想到你说 我 没问题 早言 你有没有事 你要记住 如果这次 我 早已无心 你一定要好好的 一定要走上 辉煌的道路 不要像这样 再被人威胁了 关女儿满足我的要求 帮你说的来 黄总 这附近有没有跟辉煌二字有关的地方 是 没有辉煌路 只有一家辉煌法酒店 我马上带人过去 你再担一点时间 好 就按我刚才说的办 办完我就放人 等等 我还有话要说 你还要说什么 我就对他说一句话 就一句 有什么话赶紧说 紫月 我们已经走上那条路了 只需要一点时间 还需要一会儿 以后所有人都会看到我的成功的 好吗 小云 王斐人呢 王斐已经抓住了 你女朋友没事了 没事就好 王斐怎么抓到了 这就要夸你的女朋友 他受到你的爱事拖延时间 出了电梯后 强烈要求你去洗手间 等他和宝贝分开酒店合伙的人 第一时间把人给控制住 你女朋友是好样的 他怎么才来啊 怎么来了嘛 大师兄大师兄 三师弟三师弟 有人翻墙进林医生家了 林医生有危险 几位有何贵干啊 林先生你没事吧 哦我没事 刚才我看见几个人 从你们家围墙发进去了 哦你说那几个黑衣人啊 已经被我解决了 区区几个小毛贼 已经解决了 不碍事 来 喝茶 我去 这个林先生还是个高手啊 我跟你一起去同学会吧 都是我高中同学 不太好吧 你就说我是你男朋友呗 哎呀 你们到哪里了呀 怎么还没到啊 嗨 叶子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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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个是 这个是我男朋友 我叫林洛 我是叶子高中时期的好姐妹 你好 这么腼腆的吗 哇 你是怎么追到叶子的呀 哎呀 进去说进去说 好 大家都等着呢 嗨 啊 小鹿叶子 这位是 这是我男朋友 兄弟 你可真让人羡慕吧 叶子云可是我们学校的校花 兄弟 你是做什么的 哦 我 无业有名 堂堂校花 包养小白脸啊 何玉华 你什么意思 凭什么这么说叶子 我什么意思 他敢做不敢当吗 不敢承认啊 我做什么了 我说你包养小白脸 口味重 玉华 给叶子云道歉 我为什么要道歉啊 包养小白脸 这也是本事啊 啊 哎 你竟然敢打我 小姐 你有病啊 你才有病吧 病得不轻啊 你再骂一句试试 阿辉 阿辉 亲爱的 怎么了 就是他 就是他欺负我 赶紧替我出头啊 林医生 嗯 您是我 林医生 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 你怎么还不打他 哎呀 我跟你不熟 林医生 这也不熟了 阿辉 阿辉 林医生 我家老爷子 这两年身体 越来越不好了 麻烦林医生 看一下 是否能够延长寿命 哎 面对自然法则 非人类可为的 啊 林医生这样 你看能否让我家老爷子 多活十年 我这儿有两颗 千年级别的天才地宝 作为诊金 哎 那可以啊 老爷子在哪啊 老爷子在江州 完了因为身体不好 还请神医亲自跑一趟 行 没问题 好 谢谢 哥 爸 这位就是林神医 你好 林正德 你好你好 敢问 事出河门呢 不好意思啊 不方便透露 你们等会儿 我去叫爷爷 连自己事出河门 都不敢说 你晓得是不是 在婚诱人啊 不好意思啊 在我没诊脉之前 一切都是未知数 来老爷子 我来给您把脉 林神医啊 我家老爷子 什么病啊 老爷子的颈椎处 有一颗子弹 这 就是病因 年轻人 真是 英雄出少年了 老爷子 你这子弹是 抗战时候留下的吧 那时候 肯定很年轻 国家有赖 皮肤有折 咱们国家 有如今盛世啊 都是你们的功劳 这就是我这辈子 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那个时候 虽然生活很艰苦 但是 过得很有意义 现在 整天躺在床上 这身体 还不行啊 老爷子 我可以治好你 真的 并且 还可以让你身体 变得更好 哦 那又老你了 老子 请 都四个小时过去了 这小时到底行不行啊 等等看吧 林医生 老爷子怎么样了 待会你们就知道了 老爷子 再不出来 你们文家人 可要找我麻烦了 哎 他果然是神医啊 林医生 刚才我说的话 你千万别记在心上 哎 我的年龄啊 确实是我印伤 我知道 不怪你们 只要你们给我道歉 我就心满意足了 啊 林医生 你的脾气型 那也是非常罕见的 哎呀老爷子 这你就太夸张了 哎 大宝 哎 快把我那两个补品都拿出来 刚才 我有看病 一定是消耗太多了 哎 这两件补品 哎 你麻烦了 老爷子 这两份补品 我是万万不能收的 林医生 您治好了爷爷的病 您就收下吧 老爷子 是为了这个国家 这个时代服的伤 治好它是我的责任 要是我还收下 这两份大礼 岂不是侮辱了我 又侮辱了老爷子的功勋吗 爷记得 您说的也挺有道理 不过 一个枕筋 你怎么要收下 老爷子 你不用劝我了 我已经决定了 天才地宝 虽然很珍贵 但是我的地 你已经给我治好了 我已经用不上你 在你手上 最重要 这样 如果你真的想对我表示谢意的话 我还真有一件事情 想求您帮忙 哦 请收 小云 小云 哎呀 您这个人 怎么去女孩子房间不知道敲门啊 不好意思啊 抱歉 你刚才想问我什么呀 我说 我们现在出门 都不用担心安全了 怎么做到的 我救了一个姓文的老爷子 接电话 喂 金院长 你现在打电话给我是不是不太方便 林医生 我这边 有一个没法拒绝的病人 癌症晚期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哎 这是真的 这个病人呢 我没法拒绝 我没法拒绝 癌症晚期 瀕临死亡的绝症 你跟他说 我治不了 哎呀 但是这个病人 非要亲耳临见你 你说治不了这个事 不是 这是什么意思 想让我证明 哎呀 这个人呢 他是个慈善家 他做了很多好事 我们呢 也想帮帮他 行 今天晚上太晚了 明天去吧 那好 这 林医生 那你明天 就在我们医院 多做一次诊 好不好 好 你今天出门一天都没有陪我 我一个人都还没吃饭呢 带我去吃东西吧 去哪 随便 行 嗯 哎呀 好痛 哎呦 姑娘 你没事吧 没事吧 你让我撞一下 我看你有没有事 要不我帮你送医院去吧 送医院 哎 没事 你给我钱 我自己去医院 嗯 啊 要不我还是 把你送医院去吧 没事 你给我钱 我自己去医院 然后拍个片子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再来找你 不耽误啊 我就在医院上班 哎 你检查出什么状况 都由我负责 那不用了 没事 走 我送你 我叫何毅 你可以叫我小毅 哦 何毅 你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没什么事了 估计没什么问题 可以不用去医院了 现在觉得没问题 之前我们医院有个患者 当时也说没事 第二天就没命了 哎呀 真的没事了 不行 我得为你的安全照相 我先去排队 你去上班吧 没确认你没问题 之前我没法放你走的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 我身体没问题 可以不用看医院 你身体又没有问题 不是你说了算的 是医疗检查说了算的 好吧 我坦白 我是一个碰瓷的 这样你满意了吧 可以放我走吧 何叶 你生病了 而且非常严重 有生命危险 我承认 碰瓷是我不对 可是我才二十五岁 你就这样救我得了绝症 喂 你是不是最近肢体僵硬 每天晚上都会有 林医生 你怎么才来呀 那个病人等你很久了 来这边 神医来了 是你找我治病啊 您神医 我对病 对你们说 不是问题对不对 他们说 癌症晚期啊 是 是我身体的癌细胞 都已经扩散了 我只相信我的诊脉 找我来 就是为了想让我看看 还有没有机会 对吧 你说的没错 希望你 能给我检查 人家的荣耀 都太多了 我担心他们 我担心这些医生 太虚弱了 很遗憾 我也没有办法 你大概 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如果发现得早一点 甚至是中期 我都有办法 癌症晚期 我也没办法 谢谢林神医 我知道你禁止了 对不起 没事啊 我那还有一声呢 你那边处理好了吗 啊处理完了 虽然知道 不是所有的病毒能医治 但是遇到那种情况 还是会难免心情低落 是啊 这个世界上 还有那么多疾病 是人类目前无法解决的 还需要再去研究 好了 来 给你把脉 你这个病啊 有点疾病啊 有点复杂 早些发现的时候 没有第一时间处理 所以 现在治疗 会困难很多 那还有的治吗 当然 是心脏的问题 你的心脏 会间歇性停止攻血 时间很短 所以啊 很难被确诊 很严重吗 很危险 如果停止攻血的时间过长 你真心 不过你放心 我用针灸 可以把你治好的 那我应该怎么做 把衣服脱了 啊 你说什么 你放心 在医生眼里 只有患者 没有心脏 穿着衣服 我怎么给你针灸啊 啊 来吧 林医生 怎么了 一人扑得这么臭死啊 治疗完毕 放心了吧 林医生 诊金多少钱啊 哎呦 这样吧 你以后啊 不要再去饿人了 这次的诊疗费 给你免了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饿人了 但是诊金还是要给的 你开个价吧 行 那你给我一块钱吧 哎 哎 这怎么刚来就要走啊 哎呦 金院长 说吧 什么事 既然来了 那就再搞一次直播 三天后吧 啊 到时候多宣传宣传 让更多的人知道 行 那我就再宣传宣传 然后在网络上再走一波 对了 我打算这一次啊 弄一个大的 不止我一个人 不止你一个人 那还有其他的人 我打算 让全医院的所有医生 跟我一起会诊 让大家知道啊 这所医院 不止我一个好医生 嗯 可以 好吧 好 现在网上铺垫盖地都是消息 说你要去医院直播 你明明知道金院长 是在利用你 你这是图什么呀 网上很多人都在讨论林大哥 说他年轻不可靠 而且知道他是中医之后 就更不信了 有些人就是这样 自己没本事吧 还说别人没本事 我是医生 又不是普通人 我要是能治好他而不治的话 看着生命在我眼前慢慢流失 这不等同于我 亲自杀了他们 所以啊 金院长有他的想法 我呢 也需要一个平台 来宣传我的医术嘛 所以 不要在乎别人想法 啊 哇 林大哥 我突然觉得你好帅好帅 明天我做你助理行不行 哎 不行啊 说好了明天是我做 我做 我呢 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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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做 都做 哎 待会儿直播 你可不许紧张 出了问题都有我呢 专心救人 这边就好 去吧 哎呀 你说 就是很直 那么大张气不开 哎 这回来了 我们得给你捧唱啊 预祝你 直播成功 哎 不蒙人 他一大早就出门了 怎么都联系不上 走吧 关他 心头 闪闪发光了 哎 好嘞 哎 我跟你说两句话 我先听成充满了不眠 是为了追寻 那我先走吧 好 好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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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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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